其实这玩意原因也挺简单 你说一个演员 要被固定在一个角色上 这玩意也不是什么好事 李连杰不甘心只当黄飞红 他就急需一个新的角色转型 这时候李连杰和老东家家和 也是矛盾不断 于是乎他干脆一咬牙一跺脚 得了 我另起炉灶 他成立自己的公司了 成立自己公司以后 李连杰拍了第一部属于自己的电影 方世玉 我你都不认识啊 广东省十大杰出军年 无敌神学 一开始李连杰挺高兴 但时间一长了 他就不怎么开心了